小影新手基础教学 你必须要知道的基础四大功能 拼贴画面 蒙版 关键帧 扣像 第一步 拼贴画面又称画中画 意思就是 画面中还有另一个画面 一个视窗内能有多个画面 简单运用可以这样 第一步打开小影 开始剪辑 添加一个照片或影片 接着调整大小 按拼贴画面 选择另一张照片或素材 将添加的素材移动至适当位置 这样就完成 画面中有画面的拼贴画面了 接着顺便提一下蒙版功能 我们可以尝试 修饰一下添加的拼贴素材 一样点选拼贴画面 选择给复档选择贴纸 选择一个箱框来修饰 如果照片素材太大 可以运用蒙版来将 多余的地方隐藏起来 点击拼贴照片的轨道 选择下方工具列的蒙版 选择矩形 调整蒙版大小 对其箱框素材 调整至刚好遮住 这样照片就不会突出箱框外了 这样就完成蒙版的基础教学了 接着再用拼贴画面 添加一个纸胶带来做装饰 这样拼贴画面的基础运用 以及蒙版的基础运用就完成了 我们再示范另一个拼贴画面的运用 第一步 先打开小眼 开始剪辑 选择一张影片或照片 接着点选拼贴画面 选择另一张照片 也可以选择其他素材或gave图到 我这边示范gave到 点选贴纸 选择飞机 这样你就会获得 画面有其他画面的影片效果了 这就是拼贴画面的基础 顺便提一下关键帧 我们可以运用关键帧 将飞机移动 由一点移动至B点 或C点依此类推 放大放小也可以 先在飞机素材的 轨道开头处 打上一个关键帧 并且将飞机移动至左边是窗外 接着再滑动飞机素材 和轨道之结尾处 再打上一个关键帧 将飞机移动至右边是窗外 这样飞机就会借由两个关键帧 同一点移动至B点 要制作C点D点或E点或F点 都可以自由添加 关键帧 例如我将飞机用关键帧 制作一些乱流 持续添加关键帧 来制作飞机运动轨迹 动轨道往前 再移动飞机 关键帧会自动添加 这样就完成遇到乱流的效果了 第二步 蒙版 类似将素材蒙起来的意思 可以运用在各种场景 呈现各种效果 开始教学吧 第一步 选择一个影片或照片素材 这边我选择照片示范 点击照片素材按复制 复制出来的照片素材 按下方工具列 向右滑选择切画中画 将下方拼贴轨道 对齐主轨道素材 拼贴轨道的素材 选择蒙版 选择圆形 将蒙版的圆形 双指缩放对齐脸部 按完成 接着将拼贴画面的照片放大 脸部就跟着放大了 这就是蒙版的其中一种运用 接着我们也将路排放大 一样复制主轨道 切画中画 一样的步骤 选择蒙版 选择举形蒙版 调整至长方形 将第三个轨道的 将第三个轨道的 今天照片放大 路排也跟着放大了 重新录一段 看一下效果 再来一个蒙版的另一种示范 蒙版加关键针 第一步 开启小影 开始剪辑 汇入影片或照片 点选影片素材的轨道 开头出打上一个关键针 下方工具列 点选蒙版 选择镜像蒙版 双指缩放调整大小 我们先将黑色边 移出视窗外 按完成 再将主轨道 稍微往右滑动 滑动秒数自由调整 在往后滑动后 添加一个关键针 选择下方工具列的蒙版 将刚刚是窗外的黑边 双指缩放往内一点 上下就有一条黑白的效果 这样就有电影感效果了 接下来再示范 其他的蒙版 一样将镜像蒙版 双指内缩 将画面变成全黑 并打上一个关键针 接着时间轴 再向右滑一点 再打上一个关键针 打开蒙版 将黑色的蒙版 双指缩放打开至 画面全部出来 这样就出现一个 画面打开来的 开场效果了 接着再示范一个 一样开头打上关键针 这次示范圆形 将圆形蒙版 双指缩放至最大 接着时间轴 向右移动一点 再打上一个关键针 将圆形蒙版 双指缩小至 看不见画面 看不见画面为止 看不见画面为止 就完成了 这样就出现一个圆形消失画面的片尾效果了 来看看全部蒙版的效果 第三步 关键针 关键针就是 让照片或贴纸或任何素材 包含文字根蒙版都可以 有一点移动至B点 甚至更多点 放大或缩小也可以 接下来我们来示范关键针 我这边有马路跟车子 做一段示范 我们现在车子的素材轨道 前端打上一个关键针 再将车子的时间轴 往右滑移动到片尾 再打上一个关键针 并且将车子移动至另一边 这样就出现车子移动的效果了 接着我们来加快车子的移动 另一台车的轨道 开头打上关键针 并且将时间轴移动一点点 再打上一个关键针 移动车子至另一边 这样车子就会更快地移动了 结论 关键针的间隔约短变化速度越快 关键针的间隔距离越长 变化速度越慢 和关键针可以增加多个 素材移动也能更多元 再打上一个关键针的车子 放大缩小也是可以的 文字也可以用关键针 这只是关键针基础用法 还有很多使用方法 大家都能多加尝试 我们可以用这个红色的红色 第四步 扣像 就是可以将人像扣出来 但前提是背景不能太复杂 打开小影开始剪辑 首先先绘入一段影片或照片 添加一段文字 这时的文字还是在人物的前面 接着我们复制一段主轨道的影片 用切画中画 将复制出来的影片移动至对其主轨道 点选切到下方轨道的影片 下拍工具列选择扣像 选择去除背景 这样人像就被扣出来了 这时的人像就会出现在字幕前面了 这就是扣像的一种运用 有没有感觉 人物走出字幕的感觉呀 接着我们再示范一个运用 平贴画面加关键帧 加蒙板加扣像的运用 首先我们先选择素材 我这边示范照片 绘入后背景平平无奇 万里无云没有一丝光彩 这是我们来用拼贴画面添加 一个蓝天白云加太阳 调整适当大小跟位置 再用蒙板选择线形蒙板 将蒙板向下拖延 并且将羽画拉到最底 呈现底下半透明的状态 这样海平面跟蓝天白云 就不会有奇怪的接缝了 但这时你会发现 人物的头背拼贴画面的半透明 蓝天白云遮住了 你只要将主轨道的素材 复制一个 用扣像选择去除背景 再用切画中画 将扣像的素材 轨道移动至蓝天白云素材下方 这时人像就会在最前面了 走了蓝天白云 加太阳的美景了 但画面稍先有些许单调 我们来加个飞机飞跃好了 点击拼贴画面选择素材 这是我网络找的飞机绿背 添加后放到适当位置 缩小飞机 这时还是有绿色背景 我们点选扣像 选择色度扣图 将绿色背景扣除 扣除后来为飞机添加 飞行动态的关键针 先缩小飞机放置在人像头部附近 打上一个关键针 再移动时间轴至片尾 再打上一个关键针 将飞机放大并且移动至上面是窗外 这样飞机的关键针就完成了 再将扣像的人像轨道向下拖动 至飞机下方就完成了 来看效果吧 增加多个关键针 为飞机制作乱流也是可以的 这样小飞机 剪辑的四大功能 你都学会了吗 剪辑就像料理一样 各种食材叠加就能呈现 更好的效果